大家好 我是小徐 今天我把我们基地所救狗狗的全部接种疫苗的疫苗证 全部拿了出来 因为投诉的那个人他投诉的基点里面有相关于一狗一证的一点 咱们这边相关部门呢 也是要求我把这个一狗一证处理一下 因为其余的证据啊 我们都有其余的投诉都不用怕 就是这个一狗一证 然后就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今天把我们所有狗狗接种完疫苗的疫苗证 全部拿了出来 这个黄色呢 是当时咱们在黄冈那边给狗狗接种的 就是黄色的 跟白色的 是湖北那边的狗狗接种的一个疫苗证件 看 咱们每次狗狗都有接种疫苗 接种完疫苗 他会写上名字 狗狗的名字 以及每一针疫苗 就是包括狂犬都有 这是咱们的一个疫苗证 因为咱们基地所有的狗狗 大部分都是救助回来的流浪狗 所以一狗一证 他们所谓的一狗一证 就是像咱们城里面养的狗 带出去遛的 狗狗有个身份证 这个咱们基地根本办不到 任何一个基地你也办不到 咱们只能提供的是一个防疫证 然后这一点我跟他们说清楚 然后给提交上去 然后咱们这个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因为咱们都是救助回来的流浪狗 流浪狗咱们是倦咬的 倦咬的话 你两百多次狗狗办那个狗狗身份证根本办不下来 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基地也不可能做到那一点 所以咱们证件呢 就把所有的疫苗证拿出来 写冲起 写清楚情况 写清楚狗狗的来语啊 然后把这个事情提交上去 今天晚上我会出去 就是办一下这些事情 包括明天也在办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就可以带着大家继续参观我们基地的每一只毛孩子的生活了 然后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地这些狗狗 真的有些人 生而为人 真的不配为人 老天给他披了一张人皮 但是他真的还不如一只狗呢 他连一只小生命都不放过 第一没吃他一口 没喝他一口 但是他却咬着不放 你们有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狠 那个啥 我说的是那些黑粉 你说这些狗狗是爱造你什么呢 我从一开始的出租物搬到租的厂房 这道搬到山区里面异地救助 被欺负的不能呆 现在要搬回山西 山区里面自己建设 给盲害这么一个家 还在欺负 为什么要 咬着这些狗狗不放 为什么老是想欺负他们呢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 你知不知道他们对人类真的很忠诚很忠诚 没有养过狗的人 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都不会懂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地的这些狗狗 我只希望那些黑粉放过他们 你们害 投诉 并不是说是害到我小区 对我小区没有任何伤害 最终伤害得到的是这些狗狗 并不是我小区 所以请求你放过这些盲孩子 也为自己留基点得 一个真实的流浪狗基地 却三番五次的 被黑粉陷害 咬着不依不饶 他希望这些狗狗 直接被封闭 这些狗狗直接没人管 这个基地 我救助了三年了 从最初的一只狗 到现在基地里面的220多只狗 他们有的是 被主人遗弃的 还有一些是 贴身流浪的 还有一些因为车祸 然后没人救助的 还有一些狗肉车哨 被卖的杀狗肉的 我们把他救助了回来 他们现在在这里 快乐的生活着 给了他们一息生虫的机会 却有许多人 接不到他们好 三番五次的陷害 想让他们没人管 再一次变成流浪的孩子 变成餐桌上的一盘肉 为什么要去这样害他呢 就在这几天 我们基地 又一次遭到黑粉的投诉 他的投诉内容很简单 第一 我们违规建设 第二 随意印花场地 第三 我们没有达到一狗一正 直接投诉到了相关部门 然后相关部门 这几天也在取证 为什么不给他们一次生虫的机会呢 为什么想着 总想着把这个基地分掉呢 对 这个基地分掉了 这些狗狗 最终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你知道吗 这些狗狗被分了 基地被分了 我大不了去做点其他的 但是你想没想过这 歇活的220多条生命 他们像现在的生活 吃饱了 直接躺在这 中午睡个太阳 晒个太阳 但是你如果真正 导致这个基地分泌呢 他们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在这里晒太阳 最后一次在这里吃东西 我录这条视频 我只是想唤醒 那些黑白的良知 我没有得罪你们 同时这些狗也没有得罪你们 你们不救 好 我来救 我给他们一个家 你们不愿意看 咱们可以去看其他的 你们没必要来这样针对 然后这个人呢是实面举报 你的一个举报 对可能导致这个基地被封闭 这个基地呢 没人管 真的 你投诉到相关部门人家来查证 你可知不知道这是200多只狗狗的生命啊 也许你的一个电话 导致这些生命真的再一次被 抛弃 为什么就不能给这些盲孩子们一个生虫的机会呢 他们是吃你一粒米了还是怎么要你 我 曾经为了这些狗狗换了无数次地方 市区被驱赶的没办法居住 山区里面异地没办法待 我最后 跑到自己本地的山区里面 开设了这个基地 来救助他们 给到他们一个家 他们在这里安稳度过了整整一年 一年时间还没到 你就又开始 三番五次的陷害他们 这个米囊也是实面举报 同时我也没有公开 我只希望我这条视频能唤醒你一点点良知 你如果真正把他们逼到了那个地步 这些他们谁来管 这一次啊 对 大家搞的基地被贴上分条 我知道看到这个消息你肯定会很开心 是吧 但是你的开心 却换来了220多只狗狗 再一次的跌派流离你知道吗 真的这条视频我希望能唤醒你一点点的良知 然后昨天相关部门来我们基地 就是采集完资料 然后完了我还要给到一个合理的回复 你的投诉几点 我不反对 对我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最终只能逼着我基地关闭 狗狗们再一次上餐桌的上餐桌 流浪的流浪 你又能伤害到我什么呢 你最终的伤害只是这些狗狗 懂吗